大家好,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一天因為預約不到場所以早上的朋友不能踢 但最後看到賀文田貝水夫的場就有位,所以就預約了來練球 其實有踢開球的朋友都會知道,賀文田貝水夫這場就出名了 將來打哥爾夫球都比踢球還好 所以這一天的訓練本質都不太好 現在你會看到我們的全球很多次都突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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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說回今天的訓練 一開始都是做一些基本的動作熱身 就是畫面所見的協調性訓練 之後就到一些基本的全球訓練 今晚讓我拍到Francher摩托車的音樂 這幾腳你都看到,其實球是無緣無故會跳起的 可想而知其實場地都很差 下一個訓練就做回猴子搶球 對於我們這些球底本身不是太好的人來說 當我做中間的猴子的時候 主要都是逼迫我的隊友去傳回正確的人 不會每次去進的 務求大家在訓練上面都盡量可以有多月傳播電波的機率 之後再慢慢把難度加上去 然後來到下一個訓練 這個是一個我設計的場景 來的 如以右翼準備出球的時候 在遠處的隊友就可以突然間去12-8點 做一個Cutback的選擇 來傳中的隊友 不過場的草地實在太差 經常在射之前的那一刻 球會跳起 加上這個場地一射不中籠 撿球是撿死的 所以大家都就著就著這樣射 每個人都射得沒什麼力 其實當日我們都有做其他訓練 但是可能部機的角度設得不好 所以就條件用不到 這次都算是我第一次處理一個多人的訓練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難的 始終大家都抽了時間出來 所以就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在前一晚都寫了一個Plan出來 究竟能夠練什麼呢 但實際去練的時候 就可能和我想像中有點不同 那可能下一次我再試一下 完善一下我的訓練一程 那條件就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我做的內容的話 就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身邊的人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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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